嗨,大家好,我是Ryan 前几天呢,Ryan终于也被COVID-19击倒了 那真的是谁也跑不掉 在生病之前呢,Ryan其实就想开始一期 或者说开始一系列新的节目 想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还在活跃的 或者说是已经消失的这些飞机制造商 那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这些推进航空事业发展的公司 这些Big Name 他们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波音 那么在1909年 有一位叫做William Edward Bowin OK,他的名字这么快就出来了 那么他当时呢,是一位木材商人 那么在1909年啊 其实飞机刚刚进入大家的视野 很少有人真的去从事 跟飞行直接相关的工作 所以波音当时呢 他只是一个经营木材的 一个很有钱很有商业头脑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没事四处去参加各种展览会啊 然后去推销他的木材啊 然后他有一次到了西雅图的时候 去参加一个展览会 那么他在这个展览会上就看到了一架真的飞机啊 当时波音就被这个飞机 神奇的这个样貌就给迷住了 那可以想象当时飞机其实看起来很简陋啊 就是一个像木船一样的东西装两个轮子 一个螺旋桨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是对于当时的波音来说 这个机器简直就是像神座的机器一样 他竟然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去飞行 那波音他当时看完就是印象深刻 然后他就离开了展规之后呢 他还是每天都在思念着和飞机有关系的事情 那么终于在一年之后 他是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叫做Duvamish的一个河边 买了一个小型的造船厂 那么这座造船厂就成了之后波音的第一间厂房 那么波音当时买这个造船厂的时候呢 并没有就真的想用这个船厂来做飞机 他只是日常的这个收购业务啊 扩展生意的一部分 但是之后这些年呢 波音每天都在想着飞行的事情 就觉得嗯 他当时并没有很想说要去造飞机 但是他觉得自己可能可以去学一学怎么样去飞行 应该挺有意思一件事 所以1915年的时候呢 波音就去了洛杉矶啊 找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飞行先驱 叫做Glenn Martin 那大家不知道这个 当时这些年代的这些所谓的飞行先驱啊 他们的名字 很有很多人在日后都成为了一些公司的名称啊 那大家听到这个叫Glenn Martin 他的这个名字Martin里面 是不是会觉得很能联想到现在的什么公司啊 没错他就是今天著名的这个 Lockheed Martin公司的早期创始人之一 那么Glenn当时呢 他是一个算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飞行家和一个飞机的设计者 所以说他在要给这个波音上课之前呢 就跟波音说 你看咱们这个年代的飞机是吧 都比较危险 所以说在给你拿来去教你飞行之前呢 我要先试飞一下 看看这个飞机怎么样 结果真的这么一试飞呢 这个飞机有问题 那飞上去一下 最后落地的时候呢 这个飞机就给摔坏了 还好当时Martin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飞机摔坏了 那当年的这个供应链啊 可能和我们现在这个差不多啊 定一辆车可能要等上四五个月这样子 那当时呢Martin就跟这个波音说 说可能找不到什么配件现在 所以说这个飞机坏掉呢 可能大概要几个月才能修好 那这期间呢 麻烦你就再等一等吧 等飞机修好之后呢 我再这个这个发WhatsApp给你 然后让你过来再把这个飞机 咱们再来把这个课继续下去 那波音听了之后很扫兴啊 觉得啊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 你又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学 对吧 所以波音后来就信心而归啊 但是他后来就觉得 有这些时间我等你去修 不如我自己干脆造一架好了 是吧 造飞机是很难的事情吗 所以他就找了一位他的好朋友 是个美国的海军工程师 叫George Connard Westerwald 那么他就跟他讲了这个 自己造飞机的计划 George一听呢 造飞机有什么很难的吗 本来就很简单啊 来咱俩一起干 所以他们俩呢 就开始决定一起造这个飞机 在哪造呢 当时想到了他好几年前 收购的那间造船厂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这个造船厂里面去造 那么因为是造船厂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两人就决定 造一架水上飞机 所以说也许可能因为这样就不用考虑跑道的问题 比较方便吧 那么他们就开始正式的去造这架飞机了 那么刚开始没有多久啊 George就接到了一指令状 那么刚刚之前说过 George是美国的海军工程师 那么他作为军人 其实是会经常被军队派遣的 所以当时美军就给他派遣到了美国的东岸去服役 所以George就走了 那么波音眼看这个飞机就快造好了 但是工程师走人了 那么自己好像也没有这个技术继续去干下去了 怎么办 要放弃吗 那波音当时呢就开始去到处去找人 结果就找到了在MIT刚刚毕业 取得航空工程学学位的一位叫王柱的中国人 那么当时很快呢 王柱来到这个波音公司 就帮他造好了两台BMW水上飞机 这个不是BMW啊 是B&W 跟那个BMW没有任何关系啊 波音突然发现 哇原来王柱这么厉害 然后又想了想自己 有一个这么大的厂房 而且我自己是做木材生意的 飞机都是用木头造的 用不完的木头 而且还有这么厉害的王柱 那发财的机会来了 所以呢他马上就成立了一家公司 叫做Pacific Aero Products的公司 那么跟波音没有任何关系啊 但是很快呢 过了两年 他就把这个名字叫做 Bow音 Airplane Company 那么波音飞机公司的名字呢 就正式的出现了 那么随后呢 王柱就开始帮着波音呢 去设计一些更实用的机型 比如说像波音的Model 2 那么在这一年啊 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他们参与了一战 那波音当时呢 这个真的是 不愧是伤人的头脑啊 立刻呢就造了两架飞机 然后无偿的赠送给美国海军试用 美国海军飞了一下 这个Model 2 然后就发现 哇这飞机很好飞啊 然后马上一笔大单下去 跟波音说 你来造50架给我们吧 那波音当时就靠着这一笔订单 在那个非常难竞争的 飞机制造业当中 就存活下来了 所以事后有人采访波音 波音就说 如果不是当时 王柱帮他造出了Model 2 波音公司早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1918年的一战结束 大量完好无损的军用飞机呢 就从战场回流到了民用市场 所以就导致当时造出来这些很贵的新飞机呢 根本就没有人买 所以当时波音呢 就跟其他的飞机制造商一样 为了能够求生 你让我造什么我都可以造 所以后来就开始造一些像什么 梳妆台啊 橱柜啊 书架啊 小板凳啊 等等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想象一下 假如说你家里面 现在还保留着一架古董家具 一个古董梳妆台 发现是波音制造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当然 虽然当时为了求生啊 大家样子都不太好看 但是波音呢 其实并没有真的停止 对新飞机的设计和制造 那么到了1923年呢 波音和科蒂斯公司啊 去竞争美军的这个战斗机合约 那么波音当时胜出啊 研发了这个非常领先的F4B战机 那么到了1925年 波音呢 又为美国政府制造了 专门运输邮件的Model 40这款飞机 那么又过了几年 到了1929年波音造出来了第一款 专门为了客运而设计的飞机 叫波音80 那么这款飞机呢 当时可以搭载18名乘客 在当时这个环境下 能坐18名乘客的飞机 已经算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波音呢 当时在研究这个金属机身的飞机的时候 就发现飞机上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改进 既然要做一些创新的设计 干脆我们就全面创新好了 所以当时波音就开始开发可以回收的起落架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 现在我们在现在的飞机制造业当中 还在应用的一些技术 那么波音当时这种非常快速的创新 就让很多当时的对手都猝不及防 那么波音在这个时期呢 就造出了B247这款飞机 那么这款飞机的特别之处呢 就是说它是世界上第一架 可以在一台引擎故障的情况下 继续飞行的双引擎飞机 那么在这架飞机之前 只要飞机上这两台引擎 或者四台引擎里面 任何一台坏掉了 这个飞机都没有办法继续飞行 别看还有其他引擎在转 但是那个动力是维持不了 这个飞机继续飞行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 三四十年代 航空业其实非常不可靠 主要是因为发动机引擎不可靠 引擎经常会空中飞行的时候 突然熄火啊 或者是出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在那个年代 这个飞机有这样的性能 这一下子就给普通人 对航空旅行有了非常大的信心 那么当时呢 这个信心的激励 也让民航运输业 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那么波音其实当时旗下呢 是有一家航空公司的 这家公司叫联合航空 就是我们今天的United 那么后来在这个 美国的这个企业 公司企业的一些 法规规定要求下 这个波音不得不把United 从他自己的公司当中拆分出去了 但是当年United 是在波音旗下 是波音自己的公司 那么1933年呢 Claramont L.Aderwitt 成了波音的新掌门 他一上任就提出来一个 非常大胆的说法 他认为波音的未来 一定要依靠建造 更大更先进的飞机 来扩展市场 飞机越大 那波音就越有可能会 站稳这个市场 那么之后呢 波音就立刻按照这个路线 去研究四引擎的YB-17轰炸机 和波音314 Clipper 这款民用的飞机 那么这两款飞机 在当时呢 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军用和民用飞机 那么其中呢 这个波音314 还被泛美航空选中 而且它还成功的 飞到了世界的各地 这是在1933年 那么到了1938年呢 波音就完成了 Model 307 Stratoliner 那么这款飞机呢 是民航历史上 第一台增压客舱飞行器 想象一下 差不多大概在100年前 我们的飞机 就已经开始增压飞行了 这是一个 多不可思议的年代 那么这款飞机呢 可以飞行在 2万英尺的高度 大概6000多米的高度吧 那么随后在二战当中呢 波音就制造了大量的 B-17和B-29轰炸机 那么生产这两款飞机啊 让波音在战时成为 美国的第12大物资供应商 那么二战很快打完 二战结束之后呢 由于这些军方的订单骤减 那么波音呢 一下子又没有了生意 所以波音又迎来了 一大波失业潮 但是对于波音来说呢 不管它的生计有多艰难 它都没有放弃 当年它这个要生产更大 更强的飞机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过了几年 到了50年代 波音就开始继续加速 研发各种喷气式的飞机 就比如说像 波音的B-52同温层堡垒 还有KC-135 同温层加油机 那么当然波音也绝对没有放弃 这个民用的市场 那么当时这个波音做的最大的动作 就是开始研发波音707 那么前面我们听到了 很多波音的那些飞机 什么Model多少多少 什么其他的一些Stradleliner 什么这些 那些我们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更不要说见到过 可能我们很幸运的去 某一些历史的这种 飞机博物馆里面 能看到一两架 但接下来的这些飞机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听说过了 比如像波音707 那么波音当时准备用这款飞机 去震撼民用市场 那么波音707 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款 真正的商用喷漆机 那么这款飞机在1958年开始交付 当时这款飞机是为了对抗 几家著名的航空公司的 著名的 这个在当时非常著名的飞机 比如像英国的彗星飞机 法国的卡拉维尔科机 还有苏联的图104科机 那么显然这款四引擎 156座的飞机一出厂 就把其他人全部打倒 那让波音当时就立刻 称霸了全球的民航业 那么到60年代 波音就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首先是收购了一家直升机制造商 叫做Wertel 那么随后它就拿出了一款 叫CH-47 也就是奇努克直升机 那么这款重载直升机 直到今天还在全世界各地 各个国家的军方 在高度的活跃 那波音呢 它的商用客机部门呢 也没有停下来 在1960年 也就是707面世了不到10年的时间 波音就开始宣布要研发727客机 那么三年以后 这架飞机就出厂 开始交付了 波音在这个年代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么这架飞机呢 随后也是一片大卖 成为世界上第一架 卖出1000架的喷漆客机 那么多才多艺的波音 当然不会只干这种造飞机的事情 那么1961年 波音还参加了 NASA主导的 土星五号火箭的研发 土星五号啊 就是可能 这是很多航空航天的爱好者 或者nerd 家里面一定会摆着的一个 这个像吉祥物一样的东西 那么波音呢 当时参与了这个火箭的开发 去制造整个火箭 最下面的那个第一级助推器 也就是在 我们平时看火箭发射的时候 点火 然后那个被点燃的那一级火箭 就是第一级助推器 最最重要的一级 那之后呢 波音就开始计划生产747了 那么为了去生产波音747啊 他就开始学的 我可能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工厂 波音就开始建设那个位于 Everage的华盛顿工厂 那么这个超级工厂 大概有40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么一年之后 波音就推出了 现在仍然在生产的 波音737客机 那么1970年的第一架 波音747也完成了交付 所以波音在这个时候就拥有了 几乎涵盖各种航线距离 各种客座级别的飞机 那么波音呢 在那个时刻啊 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无法击倒的巨人了 那么时间到了70年代 波音的日子呢 就突然开始不好过了 首先来说呢 是越战结束 美国的军费开始大为消减 那NASA的阿波罗计划呢 因为种种原因开始放缓 美国的经济也出现了短暂的萧条 所以波音在那个时候为了研发747呢 已经欠下了20多亿美元的巨债啊 在70年代 但是呢 在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 波音连一架747的订单都没有收到 那么雪上加霜的是 当时747选用是普惠的引擎 但这个引擎在当时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那么随后呢 有更大打击就随之来啊 政府呢 去资助波音来开发这个挑战协和号的超音速客机项目 也在国会的这个投票当中被终止了 所以波音的商用飞机部门呢 在三年间 仲裁员超过了6万多人 那么在这段非常艰难的日子过后啊 波音终于苦尽甘来 那么作为航空业的先驱之一啊 泛美航空呢 当时使用波音的747去飞向全世界各地 成为了一个波音的火广告 那么泛美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很多行公司也看得非常眼红 所以波音747一下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市场上得到了完全的认可 那么随后过了几年啊 747的订单像雪片一样 涌向波音公司 那么波音当时呢 唯一需要发愁的 就是怎么样赶紧把飞机造好 然后交付出去 那么当然如果你觉得波音这些年啊 觉得这么多飞机要造 就真的把这个心思全放在专心造飞机上 那你就太不了解波音了 那么波音在70年代呢 开发了美国标准的轻轨系统 OK你没听错啊 是轻轨系统 跟飞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么它把这些轻轨系统呢 安装在旧金山啊 波士顿这些城市的公共交通设施 所以今天你去这些城市啊 你可能还能看到 当年波音安装的这些轨道系统的遗迹 那么时间呢 终于来到了我们更熟悉一些的80年代啊 此刻呢 全球经济正在膨胀式的发展 如果你闭上眼睛啊 可能也许这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代之一 那么波音当时呢 也卖出了第一千架波音737客机 全球的航空旅行 因为大家口袋的钱越来越多 变得空前的高涨 那么波音当时呢 也遇到了一位出现才刚刚不久 但是面目猙獰的一个强大的对手 就是空中巴士 那波音在这个空八推出了A300之后呢 就不得不开始去开发单通道的757 和双通道宽体的767 作为对市场的回应 因为A300实在是直接就针对的是波音 唯一没有针对的那么一小部分市场 那么波音作为一个这样的巨人 他当然不舍得把这个市场拱手让给别人啊 波音在忙着去对付空八 忙着去造这造那的时候 还是没有改变他这个多才多艺的个性 那么作为美国航空航天局 还有政府部门的一个主要承包商 波音当时深度参与了太空梭计划 就是Space Shuttle 比如说包括飞机的助推器引擎啊 这个太空梭的整体结构设计 运行控制的支持 甚至包括工程师团队的人选 还有什么飞机上加压的座舱 等等这些东西啊 波音都有深度参与去研究和制造 那么后来呢 在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之后 波音还作为主要的参与者 协助调查了事故的原因 并且提出了改进方案和后续的维护计划 那么不但是太空梭啊 当时这个国际空间站计划 被提出来的时候 波音也成为首批的合伙人 加入了这个庞大的多国协作的项目 那么显然啊 波音非常清楚 赚大钱的生意 其实还是来自军方的钞票 所以在这十年间啊 波音深度参与了 B2引擎轰炸机的研发和设计 那么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飞机的机翼部分 机身的后段 起落架 燃油系统 还有武器运输系统 那么在开发最高峰时候 波音公司有超过一万名的雇员 在为B2项目做工作 后来波音呢 还对这个风力发电产生了一些兴趣 风力发电嘛 也是一个螺原桨 跟飞机原理差不多 为什么不能做呢 反正都是研究跟风的关系嘛 所以波音后来就开发了 叫Mod2和Mod5B 这两款非常著名的风力发电机组 那么这两款风力发电机组呢 也大量的安装在美国和世界的各地 那终于到了我们大家很多人 可能都开始比较熟悉的90年代啊 那么到了90年代早期啊 波音在和七家公司竞争新一代先进战机的时候 他终于失败了 OK 那今天呢我们先聊到这儿 关于波音的故事呢 其实实在是太长 所以剩下的一部分呢 我们就放到下一集 再和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感谢你的观看 祝大家每天都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Cheer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